欧阳暖突然轻轻地说 太子别远里那艘船 也是为我娘建造的吗 萧重华微微笑了 是 是为亲一见的 我姐娘经常被地里垂泪 还曾想过 要一把火烧了那船 欧阳暖抬起眸子 目光里似乎有一丝意外 明郡王这样理智的人 小时候也会做过 这样冲动的事吗 萧重华凝神看着他 眸中流光滑过 大有伤神之态 为了此事 父王罚我在祠堂 跪了三天三夜 母妃跪着求情 她都不肯饶恕 为此 我也曾经在心里 悄悄盼望世上 再也不要有林晚清这个人 轻易过世后 我娘几次三番想要见你 却都没有见成 说是身份不变 可我知道 她是不敢见你 因为从她的心底 一直觉得很愧疚 若不是因为这份愧疚 她也不会那么早就过世 她走之前 对我说过 让我尽可能地帮她照顾你 可是 我从心底里就厌恶轻疑 厌恶你 甚至都不想见到你 她看着欧阳暖 深邃的毛子寒光凛凛 目光冷峻的几乎有些无情 很抱歉 欧阳暖一愣 面上带了几分恶然 萧崇华像是没有看到 她的表情一样 淡淡的 我赠给你白狼尾 是因为这是我想要送给 母妃的东西 我不过时 在替她表达歉意 而直到我在大公主府上 见到你 看到你对着众人 笑意盎然 情音之中 却又含着无限的怨分 我才知道 你过得并不好 她顿了顿 却不再说下去 欧阳暖轻轻叹了一声道 这些话 殿下本可以不用告诉我 萧崇华笑了 目光穿过北窗 看向院外的雪 有些话 我怕我现在不说 你就永远不会知道 若是将来你偶然得知 也只会怨恨我的母妃 我总是存了一份私信的 我不想她永远心怀愧疚 这话 已经有些自伤之意 欧阳暖心底微微一沉 萧崇华这样说 是不是说明 如今的局势 已经到了很坏的地步呢 就在这一片沉寂之中 欧阳暖突然快步 从外面走进来 抖落了一身的雪花 人还在院子里 就高兴得到 姐姐 我给你找了个新玩意儿 一边说着 一边大步走进屋来 她手上提着一个 精致的流金鸟笼 一只浑身碑绿的红嘴鹦鹉 在鸟笼里扑着翅膀 足上精灵一阵乱响 欧阳暖一愣 却突然走上去 翻过欧阳爵的手道 这手上是怎么了 欧阳爵抽回手道 没事 对他的时候 不小心被抓了两下 不打紧的 欧阳暖瞪了他一眼 口中撑道 你呀 真是个傻孩子 为了一只鹦鹉 弄得自己这样狼狈 刚才出去的时候 不小心碰上的 许是哪壶人家里飞出来的 欧阳爵魂不在意 高兴地说 可是一转眼 却压低声音道 君王 我已经打探过了 现在不是出去的时候 外面查得很严 萧春华点了点头 目光落在鸟笼上 面上隆起一层淡淡的笑容 欧阳爵微微一愣 在他的印象里 萧春华一向都是冷冰冰的 什么时候 竟然也有这样温和的神情了 那鹦鹉向来是别人养惯了的 十分温顺 欧阳暖用指尖 轻轻抚弹蜜蜜的羽毛 不由说 真有趣 萧春华看着他 在欧阳爵进来以前 他的面容一直都是十分平静的 甚至带了些冷漠 只是见到了弟弟 他却像是变了一个人 明珠生辉 异异照人 笑颜直如梅花绽放 轻力夺目 与往日里应酬他的笑容完全两样 哦 外面好大的雪啊 从门外进来的红玉轻轻呼了一声 欧阳爵转身对着窗户 笑道 姐姐 雪越下越大了 是吗 欧阳暖也走到窗前 只见院中一时白蒙蒙的一片 他静静地 爵儿 这鹦鹉你养着吧 欧阳爵一愣 姐姐 你不喜欢吗 欧阳暖摇里摇头 不是不喜欢 他是别人养熟的 你对他再怎么尽心 他也不会认你做主人 终究有一天 他会丢下你 飞回原来主的身边的 欧阳爵 有些迷茫地看向萧崇华 他根本不明白 那又如何 萧崇华呼吸微微一致 却在那个瞬间就明白了 不仅明白了欧阳暖话中的含义 更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既然注定要分别 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投入一点感情 他对她感到一种深深的好奇 为什么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 会变成如今的模样 连一只鹦鹉的离去 他仿佛都无法承受 这究竟是太无情 还是太重感情呢 欧阳爵 充满疑惑地带着鹦鹉走了 欧阳暖看着他的背影 一直没有出声 萧崇华在他身后 我今天才知道 你也是会从心里笑出来的 欧阳暖回过头 直视他的目光 忍受着眼睛微微的刺痛 慢慢道 真心 这样的东西 我早就没有了 萧崇华静静地说 不 你有 欧阳暖笑道 郡王这样肯定 你或许曾经遭受过什么 但是现在 那些不幸已经远离你了 你的身边 欧阳爵 你的外祖母和表姐他们 都会对你笑 对你哭 对你说真心话 你面对他们的时候 难道不是真心吗 欧阳暖一愣 玄机陷入沉默 身在皇家 周围的人不是怕着你 哄着你 也是算计着你 甚至有的时候 至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你总比我们要强一些 萧崇华的嘴角 浮起一丝奇特的笑容 也许 你已经生活在幸福之中了 只是你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什么都看不见了 欧阳暖的瞳孔明显收缩了一下 声音不改平日的清静 郡王 您今天说的太多了 萧崇华微微一笑 俊美的面孔拢上一层温暖 我只是想说而已 欧阳暖的笑容 慢慢变得冷淡 声音也渐渐低沉 这些话 郡王不必担心 以后没有机会再说 我总会想法子 将你送出城去的 萧崇华动了动嘴唇 似乎想要说什么 却终究叹了口气 不管他做什么 他都会产生别的联想 也许这些话 他就该一辈子藏在心中 第二天一早 欧阳家的马车驶出了府 欧阳绝夜骑马跟在后面 现在大街上管制极眼 不管谁家的马车 都要被拦下来接受盘查 欧阳家的马车 刚走一盏茶的功夫 就被拦住了 朝廷设的关卡 两个士兵走上来 冷冷往车内看 欧阳暖感到身边的红玉剧烈颤抖 他吓得气都快闯不过来了 欧阳暖暗自叹气 温热的手拍了拍他的手背 欧阳暖倒不觉得自己多么幸运 能够躲避盘查 只是他毕竟还有个郡主的身份 秦王也还没有和大公主撕破脸 更没有到连他一起杀了的地步 但是无论如何 面对这样的情况 他也觉得很紧张 马车里的人 快下来 我们要检查 其中一个士兵大声喊道